一夜上午10点5至4分 天望新大楼拆除作业重新启动 快手频频开挖拆除 尽管看似顺利 但相关作业却一度喊咖 就怕拆除过程再影响周围建筑物 拆除是一定往前 但是怎么样拆 安全的拆才是最重要 政府不敢掉以轻心 会投相关土木建筑 相关技师工会 到场量测判断 要把拆除过程做到没有 任何闪失 对于后续这些有影响的 有这一个倾斜 或者是破坏的这些楼房 那么到底是要做 进一步的拆除或者是补强 详细的评估之后 那么再跟县政府 还有住户在协商 做进一步的处理 历经协商开会 拆除作业终于重启 但住户家当只能望着 连拿都无法拿回 它在最上面那一层 我已经不抱任何希望 因为昨天那个玻璃一打破 我东西就开始掉下来 所以我是反正掉下来不会是好的 我没有任何期望 我会捡到什么东西 所以饭店只提供三天安置 接下来连安生的地方 都成了大问题 那就是不知道何去何从 所以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邻居们或是大家 其实这么多人受灾 也不是这种 接近快开学了嘛 那这些安置的部分 它会再协调一些 我们各宫庙的香客大楼 赶快积极地跟县府来做 来做媒合 看到底要怎么样 再来去安置 天王新大楼的部分 我们有成立群组 我们一发布 那他们就会很快地得到 我们发布的讯息 灾情重创天王新大楼 中央县府齐心合作 要帮助受灾户们 度过每一个艰难时刻 进行为谢闲 陈志峰 刘威廷 采访报道